美國為了挽回在半導體產業鏈的地位 積極的拉攏亞洲國家 南韓的記憶體大廠SK海力士 跟進了台積電還有三星 在上一週宣布要投資三十九億美元 在美國的印第安那州 要蓋先進晶片的封裝廠 並且還要跟當地的大學進行合作 培養人才 美國祭出了晶片法補貼 吸引了外國的半導體業者進來設廠 但是問題是光有補貼是不夠的 晶片要生產出來 必須要有客戶願意為美國高昂的 生產成本來買單 更重要的是整個生產過程 很需要大量的專業技術勞動力 從物理學 化學 材料科學 到電子工程 各類的理工人才 不只是台積電 三星 這些外來廠商要搶人才 英特爾等美國業者 在擴廠的腳步上面 明顯的更為激進 這就代表美國的人才慌 會慌上加慌 就連華爾街日報的 首席經濟評論員都點出了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為半導體產業培養的人才 現在都還在學校裡面 第二個問題就是 美國的理工人才 他有Google 蘋果 還有揮答各種選擇 不一定願意去半導體大廠 當爆竿的輪班新人 不像台灣跟南韓的工程師 大多會以台積電或者三星 作為工作的第一選擇 這是美國半導體製造領域的就業人數 我們看一下 這個世紀初呢 一度是接近了30萬人 但是到了2017年 只剩下大約18萬人了 銳減了將近四成 因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 專業分工浪潮 讓台灣還有南韓 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晶片製造 荷蘭跟日本囊括的是 半導體設備還有材料的生產 從疫情之後呢 雖然這個就業人數 是有比較明顯的回升 但是直到去年底 仍然不到1990年代初期的水準 這就反映了 美國現在對半導體的製造領域 其實是非常的陌生